请期待二宝出席儿童运动会 蒋万安化身一日奶爸 要在母亲节前夕好好安泰座 只是另一头北市科案又有新进展 前市长柯文哲可不安稳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11号脸书上载批报 柯市府在2020年11月3号及5号 曾寄信给原大人寿 商讨针对北市科招商案回忆时间 到了11月6号原寿回信明确表态 无意参加投标 惹来质疑12月由副秘书长林玉宏 与原寿高层会面的访谈记录 根本是凭空杜撰 12月16号这个访谈会的会议记录 是从哪里来的 柯文哲交代不清 当时的副秘书长林玉宏也散躲其池 这位先生一天到晚在媒体上面 乌龙爆料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没有什么平日的必要 国长老师急忙保驾护航 只是连日以来争议一桩结一桩 议员在抛质疑 柯文哲连日遭指会见 微经集团老板沈庆金 而且没有否认 只不过仔细一查才发现 全都没做 连证登陆 打算难怪整天喊着公开记录 私下竟然是跟微经小省见面 最支持他的年轻朋友们都会失望 如果用穿着附会的方式跟写连载小说 其实对于民众党或对于柯文哲来讲 都只是疲于奔命 也不需要随之起舞 北市政风处也证实 联政系统确实查无记录 蓝绿议员群起围攻 不过是否涉及土利 还等柯文哲自己说明白 金新闻 陈志峰 黄奇洋 采访